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莊梅岩小姐 Kanza 你好 我歡迎你又回來 其實有原因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你的好奇心要壓下去 我現在不會告訴你 不過你下星期我就會開股 好的 我發覺了一件事 你好像今年很多劇上演 但是 你意思是重演的劇 但很多都是重演的 譬如我現在正在排《聖學生謀生案》 但我少去了排練室 因為這次已經是第二次重演 即是第三次做 之前就有《留守太平間》 一月的時候 然後《如無意外》四月 團劇團會做《宰宰我上火星》 然後少人知道應該是七月底 其實我會和《天邊愛》合作 我們會再製作《法文》 所以今年是很多重演的劇 而全部重演都是你獲獎的作品 是 剛才是四個 因為你獲獎的 四個 沒有記錯 四個也是剛剛好 我現在純粹在想 好像有人想今年演 《波蘭街》 《波蘭街》 那個不是獲獎的劇本 但也是在接合 其實我也想你再演《破冰天使》 《破冰天使》 對 因為我看劇本 其實我很喜歡 《破冰天使》 《破冰天使》 其實都是我一個 雖然沒有獲獎 其實不是很關係 都是我那時候想試的 某種寫的方式 雖然是一個兒童劇 不過我記得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寫 而且過程也很開心 所以我也希望有人會 垂然《破冰天使》 去再製作它 是 因為我看劇本 我也跟你說過 這個應該被迪士尼 來拍電話 是很感動 譬如《北極光》 那個《Monolog》 我跟你說 好像很有沙士比亞 那種《Monolog》 那種感覺 很好 我覺得是 如果只做了一次 那時候很有趣 我記得寫那套戲 那時候是 在英學院排著 高卡索菲蘭的《布洛希德》 他還未有一個 演唱者的角色 經常穿插 還有他那些 抽離一些 還有那個場景 我認為我其實很擅長 或者我習慣於寫《一景過》的電影 但是這個 都應該是 我覺得轉景轉得很重要 時間也經歷會很長時間 我覺得很開心 那時候寫完那個劇本 不過那時候票房就不好 我記得好像是沙士之後 雖然他是國際青年藝術節那段時間 但是票房真的很差 但那些動物真的很可愛 那個錄 譬如人家每個人走 又說扮人 他說我扮不到 因為我那隻很大的錄 很好 但後來又說他們扮不到 因為他們的腳印已經穿布 看到他們 不是人的腳印 真的很有趣 很開心 很童真 很溫亂 看得很好 很感動 我也希望會有機會再 希望你是 那你這四個戲 重演 你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或者沒有所謂 好話重演 重演 很奇怪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第一次製作 我就會緊張一點 所謂緊張一點 我又不是說 重演的合作夥伴 不是 我們都很認真去相確 或者挑選 互相配才做 但我記得 譬如我覺得 因為劇本第一次見觀眾 你就會很想 在腦裡自己想 我覺得誰是最適合演 或者我覺得 應該要這樣做 其實我雖然都不是 那些經常都會跟導演說 我一定要這樣 但相對來說 你會比較強 有主觀感 但譬如去到重演的時候 尤其是所謂的重演 其實不是一個重演 而是一個新的製作 其實聖何西是一個重演 但其實另外那三個 是劇本重演 但是一個新的製作班底 我相對來說 我覺得 要更加放手 就是看看 如果在第二個創作團隊 他又會有甚麼可能性 例如《太平間隔了8年》 這次再做 其實是一個全新的製作班底 除了劇本外 是一個全新的製作班底 我就覺得很有趣 如果他們問我 我會給一些意見 但我也覺得 想留在空間 看看第二班人是怎樣 詮釋某一些對話 我又覺得 過程是很有趣的 其他的戲呢 其他有幾個呢 其他那兩個 你還未知 我知道是甚麼班底 但我相對來說 又是 因為編劇 我想他們都應該是 例如唯獨的時候 會叫我 如果他們想我 坐在製作室 我也會有時候去 但我相對來說 我想放手一點 比起第一次製作 我會覺得 不如你們看看 你會覺得有甚麼可能性 比我好 我在說 我那時寫的 那時是怎樣 因為畢竟隔了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事情 一來是模糊了 二來 可能已經不合時宜 或者他們有 新的想法 我都很歡迎 但你說如果不合時宜 我又好像覺得 不是用你的劇本 是對的字 因為你的劇本 不是說一些 很有限定時間性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時代特徵的東西 你那些通常都有 普遍性 宇宙性 都是一些人性的東西 如果這次 再演這四個戲 比較有時間性 我想就是聖凡西 因為裏面有一些 娛樂新聞 我們提過的 即是講劇 那些 其實都有些 我們這次 是作了小 真的有很少的調整 我記得 因為裏面出現了這些 喂 已經出現了 你現在還說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 講爭產 那一齣電視劇 Anyway 我們就轉了另外一套 就是《公主嫁道》 那些資料 就放回去 我記得鄧偉傑 有一次拍完戲 就說 下次不要寫 那麼 時間性的戲 我都在想 其實是的 有些戲 相對來說 性何勢 因為那時候 亦有談及一個 金融海嘯 美國的狀態 中國的狀態 香港的狀態 台灣的狀態 相對來說 是那個 時間性 即是比起法文 或者留守太平間 那些 我覺得好像 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遷就 但其實我三個 我都覺得相對 是沒有所謂的 即是你隔了幾年去 又不是真的要更新很多東西 既然你說到這裡 時間線 我都想問 你覺得一個劇作家 其實他的作品 應該是 我不是說每一個都一定是 即是說 同時間性 和社會性 是更多的 還是其實他可以 不需要 其實鄧偉傑 問了我這個問題 之後 我覺得很有趣 他這樣說 即是 我也有想過 其實是 如果你自己有好處 當然是 你如果想重演 你當然是 其實那件事虛一點 又好一點 但我又覺得 如果真是樂不創作的時候 不應該因為這件事去 寫一個時間性 或者不寫一個時間性 即是 其實當下 你感覺到 你真的覺得 有一件社會的事 真是很影響到我 即是我創作人 我很有感覺 他寫 那就寫吧 即是無理你是寫回歸 也好 六四也好 開心不開心的事也好 只可以在香港演也好 世界各地演也好 其實你不應該理 那件事 即是因為 如果那件事是 時間性的話 他就自然不會是時間性 即是 如果那個時候 你的激情是 真是 只是想寫香港的 這件事 這個時代的事 如果他是一個 即他是可演的話 其實 他們就會喜歡 我覺得 就是不喜歡 對 對 他一直流傳下來 都是因為 他不是時間性的 而是宇宙性的 對 對 就算他有一個時間性 或者是 因為歷史是不斷地重複的 可能在別的國家 其實他們看 都會有這樣的感應 雖然他們未必正確是 經歷回歸 但一個政權移交 或者一個國家發生了某些事 其實對他們來說 我相信 都是一脈相通 如果你是捨得動人的話 其實 那個時間和地位 其實應該不是一個 就算是一個影響 也不應該被他影響到 創造人的本想 應該這樣 是 我馬上想 好像差在卓別玲 摩登時代 他那時候說 是剛剛開始 我們踏入現代 我們現在非常現代 是 但為何我們都有那個感覺 其實就是有那些東西 我們現在都在 就是這樣 說到重演 我發覺一件事 就是 香港當然有很多劇團 都有他們重演的劇目 但我發覺好像是比較 你是比較少 罕有的一位劇作家 你的作品 很多時候都是被不同的劇團重演 是嗎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沒有真的這樣比較過 但如果你要問這個問題 我首先會想起什麼 其實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我自己沒有一個劇團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在中英 但其實都是短短兩年 相對來說 其實我是一個 真的很自由身 我又沒有 譬如有些人 我很喜歡跟他工作 譬如李鎮周 我跟他工作過兩、三次 李宗全 我也跟他工作過兩次 當然有些人 你可能會合作頻密一點 鄧偉傑我又跟他工作過幾次 但相對來說 可能我自己也是 不知是否叫八搭 我亦都喜歡嘗試跟不同的人合作 所以可能 沒有那麼附屬 那些人就容易拿我的劇本 當然我相信 他們也是喜歡這個劇本才會拿去 但自己沒有一個劇團 可能就不會有一種 這個劇本是屬於這個團 即是比較接近的 對 對 我想可能是 可能是 那樣東西好像是可以拿出來 你可以用的 而不是 我要問我哪個劇團 或者這樣 這個也是有可能 這個可能是一個原因 但你有沒有劇團 其實是你的事 對別人來說 我想問的問題是 如果你的劇本不吸引 你有沒有劇團 我都不會去找你 我也是直接問 你其實覺得你的劇本是如何吸引到其他人 為何那麼想用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人可以寫劇本 也有其他人可以用他們的劇作 為何是 譬如今年 你完全重現你獲獎的戲 因為是很特別的一年 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希望 我自己流氓 我希望 是 劇本本身的可演性 或者 我很記得 我有一次 我們不要說哪個戲 總之 寫完一個戲之後 我記得 比較早期的戲 有些觀眾 有演員 就叫其他人 不要看 不要看 這個戲 後來我知道了之後 我其實有點傷心 為何 為何 自己在演戲的演員 都會覺得 那個戲是不好看的 我那時候 那件事 有不開心 但也激發了我去想 究竟演員 會是怎樣 才會覺得 一套戲是好看的 即是他才做得過癮 簡稱 這件事我其實 是有少許 思考在裡面 我覺得 到後來寫法文 相對來說 寫法文 或者姓何西 我有時候 都會從 演員的角度 我會不會 有時候 有些對白 給演員說 即是 變成一個 理行我想說 一些訊息 的 工具 即是 如果真的 要這樣比較 其實我自己 相對來說 我覺得 《留守太平間》 或者《找回我上火星》 雖然 都是得獎的劇本 但我 那時候 寫劇本 是 主題性 先 可能 覺得 構思 一個角色 他沒有那麼 血肉 或者 幫我 去說 一些 多些 這個思考 帶去我後來 法文 或者姓何西 我希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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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都會想演 或者導演都會想導的 因為如果要一個戲 重演 當然劇本 好不好是重要的 但同時間 你都要激發其他創作人員 的一種再創作熱情 我希望 其實 深刻 譬如這四個戲 可能各自都有一些東西 是令到 某一些創作單位 他們會覺得 咦 我想很難 不是真的很好推銷 我的戲 也都不是真的 這麼公司 我想可能他們都會想 覺得 可以再活動 可以再創造 我希望是這樣 除了姓何西 是否 暫時來說 另外那三個戲 你都試過有不同的班底 我想一下 都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 是是是 沒錯 張學王上課 沒有 張學王上課 如果這次團合團做 就是第一次 用另一個班底去做 是另一個班底 就是 即是 只是姓何西 演了這麼多次 都是同一個班底 都是同一個班底 其他人都會轉 是是 你自己 即使說第一次 你會緊張些 第二次或第三次 例如你會放手 給他們 但我想你的心裏 怎樣都會有一個 會自己覺得 即是 自己都會 會有 比較或者 會 會 當然會 你會 你會希望 那些戲 像第一 那個更多 還是 即是 完全不同 其實 你會否真的 拿到更多的西文 我想 我沒有希望 他像 或者不像 是 因為 我覺得 這四個製作 雖然他獲獎 但其實 我真的要說 其實那個創作班底 是幫助了很多 第一隊的創作班底 其實本身 都已經是很好的 創作班底 我當然希望 再一個創作班底 是會更加好 等等 但我沒有 我覺得哪些地方 可以好 哪些地方 可以不好 我想我 相對來說 很希望 他們做到一些 我猜不到的事 即是 我沒有想過 原來可以這樣 因為 我會 很希望 會是這樣 但其實 如果你問我 雖然我很開心 今年很多戲重演 實質上 我會有版權廢修 另外一件事 藝術上 我可以看到 另一個新製作 但我自己 我不想花太多 心力 或者 遐想 在這些地方 因為 我也有新的劇情 我想繼續 例如現在 在做研究 如果很多 再去想 以前的作品 如何 或者 我是一個 譬如我很欣賞 鄧祝榮 上次做泰特斯 2.0 我想 張兵權 也有在他的文章 說過 其實 一個藝術家 他會再用 一個 已經製作了的作品 他會再創造 其實是很大的勇氣 或者很大的努力 我自問 我在這方面 我是不想回頭 或者我是沒有那個 我是喜歡 我喜歡 繼續向前 就是新的東西 但我不是說 泰特斯2.0 不是向前 其實也是向前 但你要有一個勇氣 去丟掉你第一次的主觀性 其實是很難的 通常人都會很流亂 是的 我 例如 流水太平間 所以我會盡量 不要問我這麼多 因為我覺得我怎樣也好 即使我怎樣有客觀也好 我一定會有一個比較 或者一定會有 我覺得那時候成功的 在甚麼地方 不如再重複那個 那你很好 但其實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所以我不想再去 想那麼多重演的東西 我想寫一些新的製作 我腦裏面有好幾個想法 我都覺得 如果把它變成新的作品 其實都會好看 我很想再去 向前 去做資料搜集 去做新的東西 那你現在 都有一些新的作品 今年其實都會有新的作品上演 不過 就不是畫劇類別 不是 一個是畫劇類別 就是王哲倫的Chinglish 就是我幫他做翻譯的 其實搞了都兩年了 因為他們在外國的劇作家 他們的過程 我覺得 他比較長的時間 讓劇作家慢慢去 再重新去思考 然後再工作 因為我做翻譯 他改完的東西 我會再去改 我又去參與一下 遺讀或拍攝 再改 但到今年6月 他就會在芝加哥演講 就告一段落 那就是一個我翻譯 即是有份翻譯的作品 你簡直是非去圖 他們為了開會 最後一個彩排 就會在5、6月份 然後9月份 那個就不是一個畫劇 而是一個歌劇 我想一、兩年前 我們都已經講過 那時候還沒有承認 現在基本上 我寫完劇本 就等看一個成果 現在最辛苦的就是作曲 就是 首先會在9月 在北京的歌劇院演 然後10月會在文化中心演 一個叫中山日仙的歌劇 寫歷史人物 就是孫中山 對 孫中山 為什麼他們做這件事 就是因為 今年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你今年會見到很多孫中山 不同類型的孫中山 當然我在找資料的過程 我亦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寫的人物 尤其對照今天的領袖 或者今天的精神之處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也是有趣 而且是一個歌劇 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也不知道會怎樣 我也挺有興趣想知道 因為這個歷史人物 其實是挺爭議性的 是嗎 我想知道你是怎樣 用什麼角度去看 好 我們是10月份的 你可以來看看 我現在才買關注 好 但你會先在哪裡做 會先在北京做 但接著會在文化中心做 也是今年來的事嗎 也是今年來的事 相對來說 因為歌劇 國語 國語 歌劇是一個 我會覺得是以音樂 即是行先的 我想我現在還未試過 參與這類製作 我不知道要不需要跟他拍攝 或者怎樣 導演會不會有這個要求 哪位是導演 是一個國內的導演 叫陳新伊 是一個導演 是的 你接這個項目 是有什麼吸引 是跟國內合作 因為寫孫中山 我最初不知道是跟國內合作 反而是寫完劇本之後 我想是在單位那邊 才繼續接觸不同的劇團 但肯定的 我知道會在香港演 一開始的時候 吸引我的其實是因為它是國劇 你問我的話 如果讓一個劇作家自己去選擇 我真的未必會寫歷史人物 你所說其實那個爭議性很大 我作為一個創作人 其實有時看一些資料 其實你都會覺得 我們是否抹黑了某個歷史人物 或者過分褒揚了某個歷史人物 究竟什麼是真相 歷史的真相 我覺得很難解 當然我做多些招數集 我會大概看到 有些資料是經常重複的 或者有些來源是可靠的 但我其實經常都會有一個存疑 究竟我是否對這個歷史人物 我做了一個公平的判斷 尤其是當我寫這件事 我還要混合歌劇的風格 他們可能也會有一個 譬如他們想一個新派的歌劇 還是一個經典類別的 Puccini類型的歌劇 其實有很多事情需要考慮 對我來說 這次是一個小事 小小的嘗試 我很希望 將來如果我有機會再 因為經過這次之後 有了藥光的經驗 我也做了一些 看了一些歌劇的劇本 我又覺得 慢慢會拿捏到 某一類型歌劇的寫法 我希望下一次可以試 一些另外一些題材 一個3D的題材 讓我去飛翔 那又會很不同 但這次我覺得有趣 因為跟我作曲一直聊 跟我導演 我中間 有段時間飛去上海 跟他聊 劇本怎樣改 我的過程都很開心 因為那個導演 其實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應該是七十多歲 一位老人家 但他很深入 他用iPhone比我 駕駛自己 上網 什麼都懂 Skype 不是我想的一個導演 要是老人家的印象 對 但反過來 他的戲劇知識又很紮實 所以是一個有趣的 對 我剛才很關心 問你怎樣去寫這個人物 因為歷史人物第一難寫 第二就是說 還是這麼近代 還有很多人 都對這個人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即使你剛才說 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希望公平一點 對他 但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知道 歷史是勝利者寫的 是 變了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 不知道他怎樣寫 還有 譬如說 如果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譬如中國 是 有一個角度 台灣 可能有一個角度 可能有一個角度 對 很多不同 所以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 作者 在這裏 這個文章 其實我 很有興趣 不過當然 我也要尊重 你到十二的時候 我想看完之後 我很有興趣跟你去研究 因為真的 寫這個人物 是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但我也很開心 希望不會令你失望 不是特別哄你開心 你的作品 通常我都沒有什麼 失望過 多謝 是的 不要這個開始 不要這個開始 不要 很磨悍 糟糕 很大壓力 真的 很大壓力 但是 寫Opera 有什麼很開心的東西 你發覺了什麼 Opera 其實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其實我覺得我是老套底 我經常這樣形容自己 什麼叫老套底 其實我想我是喜歡通俗劇 就是喜歡 嘩 那些跌檔的情節 但是 現代話劇 其實是 其實 是 就是 我們 現實一點 不是 寫實一點 或者生活一點 其實不會給我一個很大的 呼叫的平台 所以我其實很有興趣寫歌劇 不是 音樂劇 因為音樂劇 你要 演到 沒有得演 你就要唱 唱到 沒有得 都表達不到 你就要跳 其實那樣東西 我是很喜歡 寫 唱 跳 其實歌劇 都是有 類別的東西 你很難在歌劇裡面 都有這些類型 例如寫詩變性的東西 但是 畫劇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例如 我喜歡 人物寫得很細緻 或者什麼 但歌劇相對來說 它用的 我簡稱的 技術是不同的 它用的 技術 技巧 或者情操 其實我 骨子裡面 一直抑壓著我 我整天都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 被我爆發的 平台 所以我才說 其實我都很希望 如果下一次寫 另一類題材 可以更自由的時候 看我會怎樣 可以去跌檔 但這個 其實我都覺得 很夠你跌檔 是 其實都夠 因為它 都是寫《辛亥革命》 那段時間 其實你會想起 當時 國家的狀態 或者 它作為一個精神領袖 它要處理它的詩事 它的公事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寫 你現在去考中國歷史 考這個人物 關於它那段時代 你很聰明 你如果熟悉我 你就知道我一寫完 我就會通通忘記 我很想記住 但我還會通通忘記 你今年 很興奮的一年 這麼多作品 又有新的東西 而那兩樣新的都是一些 不是很小的東西 都是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北京 對 我都覺得 因為這次 無論是北京的唱歌班底 或者是美國的唱歌班底 其實我完全不熟悉的人 亦不同文化的人 所以 其實在我們 慢慢去磨合那個階段 當然也有炒價的時候 你跟香港合作 難道我跟鄧偉傑 我跟鄧偉傑沒有什麼 我跟李鎮就沒有什麼 我想 又或者是其他劇場的人 因為《朝日見口》 晚見面 所以都是熟悉的 但這次真的 遇到很多 應該說全部都是第一次合作的人 我覺得 無論在人事方面 或者創作方面 好像都是一個重新的適應 和一些新的學習 好 今集我們談到這裡 下一集 你記住 有很重要的事 一定要見到你 好 多謝你 好 下一集我們繼續跟鄧偉傑聊天